七七車車主要注意了 下車時務必要注意車門有沒有上訴 不然可能就會發生 車上財務遭竊走的案件 影片中證明竊賊膽大包天 更是在一個月內連偷了兩次 車主在連續遭竊後才調閱監視器報警抓人 本首於本日一日時接獲民眾報案 指稱自小客車內置物箱召開啟 經調閱監視器後發現為一名男子 在深夜時段闖入停放在屋前的車輛行竊 後查該名竊賢早在10月中就以相同手法 竊取信用卡並倒刷書紙筆記錄 人警擴報後立即成立專案小組群線追查 並擴大調閱監視器鎖定王姓犯嫌 後於犯嫌常出莫場所埋伏 將到查期到案 全案已請地檢署偵辦 警方也呼籲民眾車輛停放後 務必要回頭確認 記得所稱門還要避免在車上放置財物或貴重的物品 以免遭到小小的禁魚趁機行竊 記者簡收起新竹採訪報導